大家好,我是小妍 大虾不要只是水煮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家常做法 出锅干香又美味,做法简单 现在的大虾很便宜,20块钱一斤 先把大虾处理一下 用剪刀剪去虾脚,须子 虾枪也剪掉 从黑色位置剪掉 里面是虾胃和虾肠 这个部位是不能吃的 轻轻地将它挑出来一点点 然后再将它挤出来 把虾线也轻轻地一并拽出来 做这一步一定要轻轻地 以免把虾线拽断了 这样处理大虾就非常简单又快速 然后把大虾里面加入清水 把大虾清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控水捞出来 现在可以把大虾的背部剪开 这样腌制和烹饪的时候更加入味 像这样背部开口即可 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葱段 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取出一半的葱段放入大虾里面 可以把葱段转一下 转出里面的汁水 把生姜也放入里面 钻出姜汁 然后抓拌均匀 里面再放入一勺食盐 一勺黄酒 继续抓拌均匀 把大虾腌制十分钟左右 准备一个空碗 里面倒入一大勺黄酒 一大勺生抽 半勺棉白糖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料汁先准备好备用 大虾腌好以后 把小葱和生姜剪出来 锅里倒入底油 大虾倒入锅中进行煎制 现在先不要动它 把底面煎至定型变色 底面煎好以后再进行翻动 这样受热更均匀 也可以更快速地煎出里面的虾油 把大虾煎至全部变色 现在可以把小葱和生姜放入锅中 翻炒均匀 炒出葱姜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点赞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然后把料汁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焖两分钟左右 这样焖炒过以后的大虾 才吃着更加入味好吃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上面再撒上小葱点缀一下 美味鸡成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油焖大虾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大虾鲜嫩入味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